纽约市长亚当斯轴死宣布 计划扩大青少年和家里心理健康资源 增加心理健康中心数量 以及防止吸毒过量服务 预计到2025年可将吸毒致死人数降低15% 该项计划名为关怀社区行动 纽约市心理健康计划 市府将投资1200万元 设立高中生心理健康远程诊疗服务 在公立医院系统和社区 设立青少年预防自杀实验项目 将与社区共同评估社交平台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并制定对策 近年来全市因吸毒致死的人数 创历史新高 预防吸毒过量也将纳入心理健康计划 市卫生局将扩大 非致命吸毒过量相关服务 并将14个安全注射站 整合到减轻吸毒危害中心网络 为吸毒者提供休息 戒毒 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 目标到2025年 将吸毒致死人数减少15% 对于严重精神疾病患者 市府计划扩大移动诊疗资源 将心理健康中心数量增加至三倍 亚当斯说 新冠疫情已经将心理健康危机 顶向了顶峰 必须完整地解决问题 该计划将满足最有需要的人群 从根源上建设一个更健康的纽约市 纽约市议会周四通过一系列 加强离电池监管法案 禁止销售和组装低品质 及二手离电池 帮助外卖员低价或免费 获得安全合格的离电池 并向公众加强宣传 市议会周四通过的五项法案包括 禁止组装和销售二手离电池 并要求市消防局以市府消费者 和工人保护局合作安全宣传 禁止销售未被检测实验室认证的离电池 违法者最高可罚一千元 此外 法案还要求市消防局 每年对电单车离电池事故 做分析报告和安全改进措施 并评估新型电单车监管法律 纽约州自2020年将电单车合法化之后 电单车和电动滑板车在纽约市 加速普及 但也带来安全隐患 根据市消防局数据 去年 全市有约220起火灾 因离电池引起 造成6人死亡 147人受伤 截至目前 今年已经发生 超过20起离电池引起的火灾 而且大多数电单车使用者均为外卖员 因此 市议员提案 设立二手离电池回购项目 帮助外卖员以低价或者免费 取得符合安全标准的新电池 并要求餐馆为外卖员提供充电时 放置电池的防火容器 纽约市立大学今天宣布一项优惠政策 对于在3月1日至4月15日期间 申请2023年秋季入学的 市公立高中毕业生 将免除65元申请费 该项政策旨在吸引应届高中生就读大学 同时扩大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尤其是第一代大学生 移民以及工薪阶层 非裔与西裔 纽约市立大学校长罗德里格斯 在一份声明中说 为了激励仍未决定是否申请大学的高中生 当局正努力消除阻碍获得高等教育的经济障碍 罗德里格斯说 该政策是大学和市公立学校 建立强大伙伴关系的成功例子 帮助学生实现从高中到大学的无缝衔接 按规定 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 毕业并计划在2023年秋季就读 纽约市公立学校的高中生 既有资格获得入学免申请费的豁免 市教育总监班克斯说 纽约市立大学多年来 已经为成千上万符合条件的公立学校学生 免除申请费 今天这项新举措更具有深远意义 非常高兴能与专注公共教育的机构合作 通过高质量且公平的教育平台 继续为纽约人实现创新大胆的未来 纽约市警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与2022年相比 今年2月大部分重大犯罪活动有所下降 整体犯罪率同比下降5.6% 数据显示 2月的谋杀、强奸、抢劫和盗窃等重大犯罪案件 均以两位数的速度下降 其中谋杀案下降27.8% 强奸案下降22.1% 枪击和盗窃案下降15% 然而并非所有犯罪都出现下降 重罪袭击较去年同比上涨4.8% 汽车盗窃上涨3.2% 另外公车和地铁犯罪也上涨1.9% 当局还统计了全市各区的犯罪率 曼哈顿、布鲁克林和布朗市的犯罪率均有所下降 但华后区和史丹顿岛的犯罪率 分别上涨2.1%和11.2% 警方表示 犯罪案件的统计数据只反映部分问题 实际的工作仍需要详细部署 随着疫后经济复苏 纽约市游客越来越多 加强警力、整治社区安全黑点是目前工作重点 日前 市议会就市警战略反应小组的存废问题进行听证 该小组应在2020年的抗议活动中暴力执法 而面临多项滥用权力指控 所��其ỗhad 실 人的抗议活动中暴力执法 通知犯罪需求 一些洪品ハ Mickey 赤呀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